神老女托孤托得这么认真 别推辞了吧 夫人不必试探我 我此生为你而言 唐舟本想多多元旦说要去她 反正等小花药到灵霄宗 估计就被制成丹药了 谁知一路上她竟是先动了心 为了保护元旦 她用自己的气息护住她 掩盖她身上芬芳的汗的香味 唐舟曾帮了另一门派的掌门 她请求掌门为元旦造一个假身份 元旦莫名就成了外门徒弟 进了灵霄宗 大家对这个漂亮的小师妹都很喜欢 但也都心知肚明她和唐舟关系不一般 于是总调侃唐舟何时能娶媳妇 但这样轻松欢乐的气氛并未维持太久 元旦为救灵霄宗的众人 现出真身和妖怪打了起来 她不仅重伤还不小心恢复了曾经的网川师班 元旦众人见此纷纷列队围住元旦 此时元旦指着唐舟的师叔说 她修邪术早就从人变成妖了 这次的事件就是太引起的 谁知大家却没有一个人相信她 纷纷觉得她是为了得到林霄宗信任设的一场计 众人鹤立将她拦住困在猪妖柱上 此时外出的唐舟急匆匆跑了回来 师弟们劝她离这个花药原点 唐舟却坚定地说她一直都知道她是花药 她也相信元旦不会纵妖杀人 长老们脸色聚变大骂唐舟没有是非之分 唐舟为带走元旦 自费武功甚至剖除了自己的结单 掌门对唐舟一失一复 她终究释放了唐舟和元旦 此时她转头望向被元旦指出修邪术的诗书